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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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暴行的时光频道 我们的频道主要是带大家周围走一街 欣赏一下我们平时错过的风景 另外,我们都会去游览每一个不同的区分 发掘一些新奇好玩的事物给大家 喜欢的, 麻烦大家按个赞,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尤其是订阅, 因为我们都很想知道 大家有什么地方想去逛一街 而平时又不够时间去 那我们可以帮你走的 又或者, 如果你有什么旅游上的资讯想问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 好了, 我们不说那么多了, 一起看看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第一站去看的就是 Dia Sonori 车迷空间 它分别在巴黎, 迈阿密和杜拜都展览过 今次在澳门展览超过二十几件 独一模擬的展品 包括一些超级的新能源汽车 或者潜艇, 还有单车之类的车尺 订制玩具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个资车模擬的空间 可以让你去玩这个模擬资车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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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摩帕斯购物囊 经过阿华斯购物囊 之后便会去到摩帕斯酒店 而这个购物囊的特别之处 就是有很多潮流的产品 包括时装 还有我们的艺术 即是我们的潮流玩具 很多都是限量纪念品 相信很多人都对于这个潮流的玩具不陌生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店铺 或者是地方我们都可以有机会看到 但是它最特别之处就是 我们不止可以看到 还是共野一路 不需要周围走来走去 就可以找到我们市面上 大部分最流行的玩具 还是房东西购物囊 在这个地方 你想像男人所有人的病人 就会龍我脚都海底 虽然有什么温柔 这里面不过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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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现在 它身边很逆 只能有点在颅措断 author Hollyk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桃鸭先生的展览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桃鸭的桃鸭 桃鸭先生 Mr.Doodle 原名 Samuel Cox 在1994年英国出世 他的作品出现在各台媒体里面 当中包括了墙壁 衣服 甚至乎各样的生活产品都有他的作品 他的作品通常都是黑白为主的 而且有很多线条和概念的艺术 他要很长时间去做和分析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多时候 那个艺术品我们一开始只是看到主体 而看不清楚他附近的生物 但是当你慢慢去细心欣赏他的作品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那些除了主体之外 附近的线条是完全呼应他的主体 桃鸭先生他的风格 有些人说好像Keef Haring 他也承认他很小的时候 亦都很受Keef Haring 的影响 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画画 他就继续在他锁到每一个表面上 都强迫性地画画 试图令到每一个空白的空间 都要填满他的图片 在2013年他就在Instagram分享他的艺术 2023年7月他已经有290万个追踪 在2017年他创作了一幅40米高的 Urban Art城市艺术画 2019年Mr.Dodo 就买了一间150万美金的豪宅 在他的家人帮助之下 他就将那间屋变成一个完全空白的画布 而为他的Grafity做好准备 他整间屋里面的床单 马桶 厨具 灯罩 甚至乎他驾驶的车Tesla 他都要画到无一流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